现今空气污染日益严重 造成许多地方空气品质不佳 影响生活品质 为了能够多加宣导空污对于人体的危害 国立晋南大学也配合县府卫生局 与张河社区办理空污讲座 鼓励长辈以骑乘电动车 搭乘大众运输等来改善空气品质 感谢今天来张河社区 我们的活动中心 办理空污的宣导活动 目前我们这个环境 大环境已经空污很严重 它来做很好的宣导 就是出国要坐车都要共存 这样它就会减少我们空气的污染 激南大学黄小姐表示 季大有针对空污的问题 制作一本绘本 希望透过绘本 向民众传达 有许多的空气污染 都是自己造成的 希望能够从自己做起 而这次的宣导 希望让长辈了解到 空污对自身的健康有什么影响 我们是激南大学 那这次呢 激大的学生做了这个 阿福特村的月光节绘本 主要就是希望透过绘本 可以让民众可以了解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有蛮多的空气污染 是自己造成的 那透过这个绘本 我们办了志工培训 所以今天就是邀请我们的志工 来我们的张河社区这边 做这样的宣导 先言于秀莹表示 相当肯定激南大学的用心 而现今 许多地方空气品质不佳 对于人体方面也相当不好 相当感谢激南大学 及县府卫生局的用心 办理此次的宣导 也鼓励民众 多多搭乘大众运输 大家共同来改善空气品质 现在目前有很多很多地方的空气品质 这类的空污品质 大家付出一些力量 让社会看空气 还有一些灭头会更好吗 空气污染的造成 有许多都是能从自己开始做起 渐渐来改善 现言于秀莹也期许 透过这次的宣导 能够让长辈们了解到空气的污染 对于人体上的危害 记者宠俊南投采访报道